你周围有没有得抑郁症的人 应该没有 你没见过抑郁症 我就抑郁过 诊断出来 医生要让我吃药的 抑郁症是可以逆风翻盘的 抑郁症其实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 它是成功之利器 因为你得了抑郁症以后 有个什么倾向 自杀 觉得活没意思 一眼就望到头了 然后被一种黑色的东西所吸引 我的一个很明显的体验 就是我坐飞机的时候 特别希望这个飞机坠毁 强烈的这种感觉 我有时候就会在飞机上回想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我觉得我人生足够精彩 但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 钱没花完 没好好花钱 你再换一个角度去想 就是你连死亡都不害怕的话 你就don't give a fuck about nothing 当你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时候 你是最能成功的 我给自己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如果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即使失败了又怎么样的 跟死亡比起来算个屁啊 对不对 我死亡都不怕 我怕失败了 当你不怕失败的时候 你成功纪律会比人高很多 很多人不敢尝试 就是因为害怕 害怕迈出第一步 你都抑郁了呀 你怕啥呀 土都埋着了 现在你可以重新开始 你怕什么 什么都不怕 所以就是可以把这条视频 转发给你 作为有这种抑郁倾向的人 我希望这条视频 可以给到你勇气和力量 你可以换个角度去看它 把一个负面的事情 给它变积极 对吧 然后你赚钱 实际就慌了 很开心 我现在你看 我这消费观 跟以前都不一样 以前都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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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